花莲县老人会24号举办新春团拜暨健康讲座 市长魏嘉贤也特地出席 向老人家们致意 并且自赠加菜金 市长魏嘉贤表示 今年度市公所已经辨列各项预算 支持老人会的活动业务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引发长辈加入老人会 打打桌球唱唱歌 让生活更充实 一大早许多长辈就来到老人会馆 有人开始打桌球 有人找老朋友聊天 而楼上会议室则是准备要举办 110年新春团拜活动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向老大人们致意 那今天也是花莲县老人会的一个 新春团拜的部分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民众跟长辈 做好自身的防疫 那也能够迈向逐步解封的一个日子 那今天在新春团拜 那我们也代表所有花莲市民 来资政给我们花莲县老人会的长辈 加菜金 也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 不只是有很多的一个娱乐之外 也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形态 那未来加入老人会有很多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来发展 那不只是唱歌还有桌球 还有很多的一个娱乐项目 那在这次花莲市公所在上半年度 也支持花莲县老人会 补助办理了非常多的一个各项娱乐性的活动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陪自己的长辈 或自己一起前来参与这些活动 再次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一切平安如意 市长致政新春加菜金 并表示市公所青年度已经编列各项预算 来支持老人会的活动业务 希望有更多银法长者都可以加入老人会 打打桌球 唱唱歌 多交朋友 让生活更充实 而今天也有许多的先议员 代表到场项老大人们请安问候 先议员魏佳燕也带来了酒精喷剂 分送给每一位老人家 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安全措施 这里会幻视报导